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 过去一段时间有人以学术之名 发表充满偏见的历史观点 局方有责任教导学生真相 近年有些人是借学术及言论自由之名 是屡屡发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或者是一些充满偏见的历史观点 青年人如果对历史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是很可能受到误导 教育界必须向青年人传递正确的历史知识和观念 坚守把关者的角色 初中的中国历史是成为独立必修科 也更新了初中的中国历史的课程 正好让学生全面和有系统研习中国历史 清晰地知道香港和国家同根同源 不可分割